这个社会问题已经在频频的出现 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在中国的媒体上能够看到 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可以看到的约死事件 这样的事情最近我们根据我们自己做的一系列的在网络的搜索情况 比如说是特别微小的一些信息搜索之后 我们发现这样的事情还真不少 但是在中国的媒体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已经开始分杀 已经看似绝技 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多 那么很多人都在想 这个年轻人会不会像刚才这位网友所说的要铤而走险呢 那么我们有一个比喻 这是这两天我有一位朋友就比喻说 说这个时刻让人深深地感受到的一种危机 是什么危机呢 那就习近平在一个大瓦路上 在大中午太阳很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大瓦路上晒啥呢 晒火药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产的这个火药 我指的这个中国产可能要打引号 在十无前例的中共的高压洗脑和统治下 有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点燃 但本质上呢 每一个人都觉得知道呢 这个事情要吃到要爆了 也有一些人呢 把中国年轻人以及底层社会的一些民众的苦难痛苦 把它形容成什么呢 可能会产生粉尘爆炸 这种可能性呢都会有 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没那么快 但是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或者会不会有突发情况 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总体上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共现在在想尽一切办法 解决年轻人的这个就业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事件 就如恒河先生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六十年代的 那下乡青年的时代 也是因为经济破产难以安置 八十年代邓小平时期的 八三年那个时期的所谓的严党 实际上也是对年轻人在返回城市之后没有工作 所以引起的社会方面各个方面的问题的一次 用很多人的生命来镇压的一次行为 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习近平一人独大 已经成为这个终身制的这个背景情况之下 那么又在如此危机的这个内外交控的时候 未来会发生些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是人人都知道 危险在靠近的每一个人